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ocus 然后涨跌 涨跌 事实上 你不要看这么近 我常讲你股市 要进股市 你也不是只想赚一天赚两天 对不对 就像我今年到目前为止 我累计23档 长辈股 我也不是一天两天赚到 长辈股也不是一天两天 也不是一蹴可及的 这个时候反而你要把盘式看清楚 所以今天的节目很重要 你要认真听 你可以看台股线在这个位置 我慢一点 台股线在这个位置在什么 季线 换句话说它在季线上下震荡 要干嘛 寻求支撑 寻求量能支撑 以目前的量还看不到 我就明跟你讲 因为不管盘式在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都是做最好的准备 对不对 这一定要有的 好 再来你要知道 这一波台股 我先从这里算好了 这里是大概一万九的位阶 台股这一波涨了五千点 重复一次哦 这一波 一万九到两万四 是不是五千点 是的 然后回落短时间内 这十个交易值已经回了两千五百点 换句话说 回了零点五 对 回了五成 对不对 很清楚哦 那今天的盘我也明跟你讲 有一点多杀多的味道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不涨啦 台积电的成长 有目共睹 当然 它至少看起来是不跌了 至少嘛 那重点可是很多 其实今天让我看到很多 OTC中小型的股票 明明营收很好 业绩很好 没错 多杀多 为什么很多人就觉得 我先杀了再讲 好 先卖了再说 所以我认为大家在这个时候 绝对不要太恐慌 为什么很多时候你多此一举 多一点的动作 在这里反而 不需要 不需要 为什么 再来 再来 从上个礼拜这个盘开始回来 我就说这个盘已经开始利空吹裂了 上周记不记得这一根长黑 我说了哦 是经济部出来的最新数据 外销订单不如预期 是吗 好 那再来这个长黑是什么呢 白宫有意扩大对NVIDIA的晶片 干嘛管制 对 我说了NVIDIA 真的对NVIDIA管制 就不是只有NVIDIA的事情了 是很多台厂的NVIDIA的供应链 那43家的都有注意了 背板后面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这个要密切关注嘛 好 那再来Google 跟那个Tesla 上礼拜的那个财报 不是很美丽 没错 不如预期 我都讲了嘛 那今天这里呢 今天这个点是什么 来我们来哦 今天台股其实没什么利空 哦 其实只有细致财 我等一下解 好 但是我先让你了解 今天是29号 明天是30号 美股有超级财报周 这礼拜有六家重量级的公司 美国 它要公布 对 就像明天 有那个微软 是 超微 然后31号有Meta 然后8月1号有Apple Intel 是不是重量级 对 那我们台股后 重量级的东西是什么 来 联发科 联发科 联电 那个法说哦 我先跟你讲联发科哦 有联发科的注意哦 好 我说过了嘛 这个时候回来 是不是要反复利空淬炼 当然啦 好 那联发科 我先跟你讲 外资是调降平等 懂了哦 好 就像来 我今天要讲的细制裁 你看到今天细制裁 一开盘就叠听 尤其是把创意拿出来 好 创意 我看到创意 眼睛都亮了 会员都知道 我都在等 有有有 这叫什么 准备嘛 有的 预备 来 为什么 讲到创意 你一定要看我 一定要follow 眼下师 来 之前我长期拨断单的成本 在多少 391 不到400块钱的股价 再来 股价回落的时候 626 有没有看到 有 一波冲到多少 2015 然后前一波 有看到吗 有 1250 我说可以 今天是不是 1250跌破了 哦 是 我是不是在点你了 有 感谢颜希老师啦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说最好的准备要拿出来 当然要啊 这个时候 既然台股走到反复 淬炼利空 就是一直发利空 一直发利空 那 创意有没有发利空 当然有 来 创意我要跟你讲 他上个礼拜五的盘后 就是法缩 他也很聪明 在盘后才法缩 今天一开就跌了 对不对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一个观念是 不管盘是在任何的 时候跟位阶 你的眼光要放在成长 对不对 那创意在这个位阶 他发了什么东西 来 听好哦 他发了告诉你 他第三季的营收 有可能比第二季季减 重复一次哦 创意的 第三季营收 有可能比第二季季减 那我们再套到 这一个14个百分点的成长 那我问各位好了 那既然说 他的营收会有季减 然后全年度 可能跟去年持平 听好哦 全年跟去年持平 换句话说 他今年 有没有走在这一个 高速成长的这一段 没有 听起来是没有的哦 我跟你讲最重要 不是纪检这个 哦 是持平 是持平对 我今年竟然一整年的努力 只跟去年持平 那我又没有成长 我问各位 还不到 这就是为什么他今天谍题 哦原来 因为很多人说 老师我觉得 我听起来是法术并法会的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个台积电在AI这一块 哦 是Covac 是翻倍再翻倍 当然 然后HBM 就是高阶的记忆体 对不对 高频宽记忆体 它是非常 对 它是非常缺的 问题是 全台股里面就是创意做 那创意竟然告诉你 它今年跟去年持平 持平 懂了吗 懂了 明白哦 所有的细致材都下来了 对不对 真的 错了 所有的 你有没有知其所以然 有 今天终于解惑了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创意来哦 预备备哦 谁带你买400以下 我 言细老师啦 谁在620教你买 言细老师啦 那现在呢 是不是又下一次的机会来了 是当然啦 眼睛打开 哎呀 你要摩拳插照 你要感谢再感谢啦 所以我说产业 才是你股价最好的避震器 最好它这里一直发利空 我要去看它低点在哪里 这就叫什么 利空反复催炼 低点会起来 那你是不是跟着我一样 把产业看清楚 一定要的 后人都知道 创意我还没下手哦 都有讲哦 非常清楚哦 老师已经先预告了 实在做 实在讲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在这个时候 盘面回落已经是2500点 你眼睛要打开 你要赶快醒来啦 你上次没赚到 没跟上 这一次要把握了 如果你有细致材的 你要赶快来找我 当然啦 对不对 假设你资金购 我还可以把你以后 小套的做成转的 真的 所以这个时候 千万没有 没有后就是 难过的时间 这个时候要开始预备了 你知道吗 是是是 好 再来 再来 台积电 台积电是不是已经 告诉你非常清楚了 哇 我伺服器 未来五年的 年成长率 年复合成长率 达50个百分点 好 上礼拜五跟各位讲的 对不对 你看台积电 现在是不是上来 台积电先上来 但是我要等谁 联发科啊 我台大发红 我是看盘的工具 工具对 这个时候要把台大发红 那个概念拿出来 而且2317 是不是我要看盘的工具 要出来 要先指稳嘛 当然 台大发红四个 或2882 就是富邦金 国泰金要指稳嘛 对不对 最近外资一直在买金融股嘛 不是在避嫌吗 为什么 因为金融股也很赚钱 是的 是这个概念 好 那你看台积电 台积电现在告诉你 我未来五年年复合成长率 50个百分点 那法说呢 用明确的表示 告诉你很清楚 三奈米的才能满载 那我COAS的翻倍 再翻倍 这一张COAS拿出来 记不记得 我说过我们生根产业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这张字卡 如果你看我的财经吸引力 是早就出来了 有 很久哦 我现在不是叫你买 我是跟你讲 COAS竟然翻倍 再翻倍 来 我今天 你上礼拜我看到 创意这样讲 对 其实你要很感谢 为什么 实在做实在讲 当然 他有没有成长 他明跟你讲 我最喜欢这种公司 对 对不对 是 他跟台积电 毕竟他也是台积电 有持股的公司 跟台积电一样 有台积电的feel 我们实在做实在讲 有成长就有成长 没成长就没成长 台积电就是这样 创意要这样 可是老师 市场有说 你就是太老实了 讲太明白了 可是他就是实在做 对不对 他也不想要 他已经在这个位阶 而且是站在 全球科技的顶端了 就是要有这种霸气 真的 就像好啦 最近那个 我们题外话一下 那个美美 大家应该知道 泰勒斯嘛 泰勒斯是不是在德国 慕尼黑的演唱会 那他慕尼黑的演唱会 好像已经 那个体育场 已经可以有八万多人 但是他旁边 那个山头啊 可以站一万一千多 就站在那边 就因为他那个 演唱会是开 开放 那个顶棚 是没有封住的 对对对对 所以你站在 远远的山头 你还看得到 所以那个山头 满满是人啊 所以人家说 泰勒斯被 凹了什么 多少钱 几亿的票啊 可是 他都站在全球顶端的 超级巨星啊 他会care这个吗 当然不care啊 对不对 我只care 我没有这么大的 球场啊 没办法 我八万人的票 都卖光了 我容不下大家 我对不起大家 对那台积电 也是这个概念啊 对耶 我们就实在做嘛 对不对 就是要有这个霸气 所以我现在 看回来 看好哦 是 Cowars我早就跟你讲了 你现在是不是 这个盘震荡 要开始看看 Cowars老师 台积电说翻倍 再翻倍 有有有 对不对 好 那我是现在 才告诉你的吗 不是哦 我没有要告诉你 我多赚多少钱 我没有要告诉你 我多会赚多少钱 来 但是我们走过路过 必留下痕迹 有没有看到我当时 已经用冬结 告诉你台东 台东又告诉你 为什么 FOPLE 来那个 不好念 就是金贝供电 对 对不对 我说大家都在讲 金贝供电 叫你买群创 我是不是叫你买冬结 有 冬结前一波 是不是大转 乌呐 冬结 有没有看到 我说了 跟智胜 跟君豪 跟君华 是 是 有关系的 那你要知道 君豪 君华 拿出来 是不是 COAS 是 好 再来咯 我一直在带你的记忆咯 有 527 对不对 是 各位 你就去看一下 K线 好 5月27 君华的价钱在哪里 400出头 400多 400多块而已 老师那时候 410 420 你叫我追高 你没有买180 没有啊 老师 我要看到的是成长 我永远不是要求最低 我是要求他成长 成长 好 那有没有看到 5月 6月 7月 蹦 冲出去 现在多少钱 今天最高多少 900多了耶 900 老师也快要 被翻了 我给你420上下的价钱 是不是900 快要被翻了 换句话说 我送你的咯 这些送分题的 直接 长辈 让你赚 有没有很重要 非常重要 送你的都长辈 有 而且我跟各位讲 我不是5月底才告诉你君华 告诉你君豪 我6月 我是不是开产业报报 产业报报 里面也有 私房菜 人家都是给你一张纸 给你打发 只有延西 出来的报告是一叠的 后后的一叠 还告诉你成长力道在哪里 有 我那时候已经先给创意的价钱了 是 记不记得 现在破了对不对 眼镜要打开 这个要行一行啦 所以来 我是不是产业报报 这一块又给你君豪 又给你君华 了不起 把K线对一下 我是不是在这里 我已经先告诉你了 420的价钱给你 然后6月 那个君华起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产业报报的课程 我也给你 那这样一路往上 现在是不是看过 回头看 回头过 股价翻倍 有 倍翻 涨倍股 这种股票是我讲一讲就会动的吗 不是 市场认识 每天十几二十亿的成交量 是我讲一讲的吗 不可能 不可能 对不对 对 是不是跟着我一样把产业 看清楚 对不对 这应该产业报报 私房菜在这里都是 新朋友了吗 对啊 你是不是新朋友也是赚 我就不拿逊州来讲了 设备股来讲了 生计是不是都翻倍再翻倍 是不是通通都赚到 也没有拿今年的二十三 就拿我们的资卡当中的股票 送你就好 真的送 对不对 送问题都被通了 不然再来一个老朋友 疾风之浸草 板荡是成成 我认为很重要 我认为很重要 你对产业要像我这样 我认为很重要 为什么疾风之浸草 板荡是成成是谁 老师你说那个买二送一 买二送一的啊 有有有 买充充肉的啊 就是六五七七的浸风嘛 日期看清楚 三月就给你 三月初就给 三月中给的哦 各位三月中的价钱 是 K线比对一下 哎呦老师 好像才两位数耶 老师你给的骨包 这么便宜 回头来看老师 哪有这么凶啊 对不对 我是不是两位数吐出来 110 有 117 吐出来给你 嗯 讲清楚哦 117哦 嗯哼 很清楚哦 是 对不对 再看回来 对 有没有看到 子公司又可以做医疗 有 其实我说哦 第三季啊 重点是要干嘛 配股配息嘛 嗯 哎你有没有发觉 老师你第三季配股配息 即便现在走到7月 是 7月底了 这是不是已经第三季了 对不对 对 第三季了 老师 进风不理他 你给我117啊 了不起后面看节目 去买120啊 130啊 哎呦呦 看到现在 今天有没有 184这一波 哇哦 赚翻了 问题是进 这一波台股回 来 比哦 来来来来 这一波台股回 2500点 哦是啊 有没有疾风之进草 板荡是 层层 就是因为在这么震荡的盘势 对 你更能够 感受到严夕的照顾 的用心 我的用心 老师不管是盘长或盘定 一直在这边帮助大家 疾风之进草 疾风之进草 对不对 就是总是忠言逆耳嘛 以前李世民一直被念的啊 忠诚一直念他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我苦口婆心 我愿意坐在这个位置 真的 我说我们的动作不用多 对不对 我要充满希望 为什么我都回2500点了 顶多后面这一笔单 我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呢 来 我去年 10月 我是不是跟你重压 神盾集团 嗯 有 你今天看到神盾安国 跌停对不对 眼睛打开啊 因为创意跌停 他们跌停刚好而已啊 对不对 可是我是现在才买的吗 不是 不是耶 不是耶 老师你成本才五字头耶 老师去年给大家说 安国五字头 神盾才九字头耶 对啊 你把大盘K线 是不是去年在这个K线这个位置 大盘 现在是大盘哦 对像大盘 对不对 那我说了嘛 我是不是带你重压神盾集团 有 啊过年的时候 我带你重压什么 上药集团 上药集团 我说他在手的案非常多 你现在要看到的是 残骄阿谷嘛 是呀 你今天看到什么 金城啊 对啊 有没有连樱花贴磁 钻的都涨停 那是为什么 那是 银剑啊 啊昨天上礼拜 我是不是才讲 啊大佬是不是 多的钱买股票 重复一次哦 银剑大佬多的钱买地 对 剩下的多的钱买股票 买股票翻倍以后 再拿去抢地 有 有讲 大家印象有深刻吧 诶这不是随便说说而已诶 我不要讲我认识谁啊 这样不好 对啊 只是聊聊嘛 我们盘后说 哈哈哈哈 聊聊嘛 这些 大佬 大直辈的 其实对我都还不错啦 他们说小妹妹小妹妹 因为我们 做生意就是满满正能量 真的一定要 大佬也是这样的观念 我们没有后就是 呃 没有那个难过的时间啊 诶真的就如同现在诶 有没有充满希望 一定要啊 为什么人生总是会遇到绊脚石嘛 就像我 我说了嘛 我七月初生了一场大病 嗯哼 我在家里躺了五天 真的 我打了五次针 因为病房也排不到 诶那个跑马灯是一直在跑 我人生的跑马灯一直出来了 诶难道我就这样子了吗 嗯哼 对不对 嗯哼 那可是我病好了以后 我真的觉得人没有后 就是悲观的时间 真的 真的 人生真的很美好 有赚钱呢 就把钱后拿去布施 对 多布施一点 是提 照顾一下周围的人 是提 亲戚朋友好家人 对不对 哦 而且人生难免会遇到砍 难免 一定会 没有一路顺座的 就像你这一次 好台股都短时间 两千回落两千五百点 你难免会受伤 没有关系 这个只是我们一次的经验 是的 你要把经验内化到自己 还有告诉自己 这一次到底 哦 我这个经验 我以后不能再犯 嗯哼 因为后 我一直重压 然后这个经验呢 我该走的时候 不走少赚 嗯哼 这些都要把它 后 记在脑袋里 对 把它记下来 对不对 下次不能再犯 没错没错没错 对不对 所以充满希望的人生 反而是有这回落的 两千五百点 让你知道 你的操作 是 到底哪一些的动作 是需要调整的 是要重新被检视的 对不对 我认为这个 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今天后 你也 我也不用特别 一直告诉你后 就是 有多少人爱我 或者说我去年 二十五档长辈过 我今年已经 二十三档长辈过 我今天只是希望后 我花这么多时间 跟你解盘 我希望你 来 赶快到我身边 一定要的 尤其是还没订阅 还没订阅YT 大好朋友们 赶快来做订阅 有看到吗 我好开心 YT今年颁奖给我 真的 那个奖项真的超美的 这是YT母公司 也就是Google 从美国寄来的奖牌 我好开心 也是因为大家的支持 与爱护 真的是大家眼睛是雪亮 会帮我多介绍 眼睛实在做实在说 所以打开来订阅 一定要订下去 按赞一定要按下去 赶快帮我们按赞 分享 尤其还没加LINE的 赶快加 赶快加LINE 小老鼠Lucky777 对 又这一波干嘛 这一波震荡完 是不是有准备 当然啦 下一波 财富重分配的机会 没有错 所以Henzo姐 你真的没有 悲伤难过的时间了 你更要好好把握 接下来每次赚钱的机会 就如同刚刚提醒说的 如果你现在手上 有被套牢的股票 你之前操作不顺利 来 现在真的没有 悲伤难过的时间了 现在你更要好好 省事你自己的操作的 操作的一个过程 是不是有哪些的问题 需要做改善 是 所以呢 来 赶快跟起 延熙老师 把握接下来呢 重量级 科技股 公布财报的机会 继续跟上延熙 赢在起跑点 来让长辈股的代言人 继续照顾你 继续带领你了 务必电话来做播通 02-6630-3237 节目中呢 再次感谢延熙老师 YD比较那好朋友 明天见咯 拜 华冠投顾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字第015号